51岁来自嘉义的陈小姐 全身无力 严重影响生活 经过详细检查 原来是长了胸腺瘤 而导致重症及无力症 吞东西也不行 然后那个没有力气 眼睛已经慢慢的 已经快睁不开的感觉了 陈小姐苦寻医院上网搜寻 发现花莲慈技艺学中心 也有相同获得治愈的案例 因此开着夜车 翻山越岭从嘉义来到花莲就诊 医师使用达文西手术 有着伤口小精准度高的优点 而在术后肌无力状况也逐渐恢复 力气方面还有眼睛 最大的改变是眼睛 它不会像之前这样子垂下 还是要吃一阵子的药 来把那一个它分泌的那些 不好的一些抗体 把它解抗掉 让它不会说 就是人的那些肌肉细胞 就是没办法作动 然后慢慢慢慢把这个药减量 甚至拿掉 也许以后它就不太需要再吃药 那就定期追踪就可以 千里迢迢来到花莲 是因为相信医师的医术 还有不同科别之间的团队合作 这一份彼此信赖的关系 让陈小姐得以顺利回归正常生活 大爱新闻 杨爱婷 邓明仪 花莲报导